大家好,我是PhD微道,还想有个摄像粉色的牌子,希望大家能够去多多的关注 好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Diffusion,Diffusion的前世今生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往一个杯子里面滴了一些墨水 这个墨水在杯子之中会发生一个扩散,这要扩散现象 于是这个水就会逐渐的开始扩散,对吧 只要把整个杯子都展成一个浅蓝色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负水难收 我们这个水扔出去就很难收回来 但是在计算机之中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进行降噪 逐渐的把它恢复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水里面加噪音 也可以在一个水里面减噪音 我们同样可以在图片里面加噪音 也可以在图片里面降噪音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恢复一张图片,对吧 好的,那么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四种不同的模型 在之前的时候,GEN是一种模型 这个模型是通过一个Discriminator和一个Generator Generator判断它生成的东西像不像 Generator还生成一个新的图片 Discriminator判断这个图片像不像,对吧 然后最后通过这两个东西进行一个博弈 我们就可以生成出一个最像的一个图片 OK,那么VE是一个Generator,对吧 它就是通过一个Encoder加上一个Decoder 它中间还去算了一下它的概率,对吧 让它概率能够出来某一个位置上面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Z提出来 我们就可以去生成一些新的东西 还有FlowBase的模型,还有我们的Diffusion 其实前面这三个模型都差不多,对吧 下面都比较像 然后最后一个模型是不一样的 也说我们通过逐渐加噪音 然后最后逐渐去噪音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去用一个噪音 把一个噪音完全恢复成一个我们的图片 做这么一件事 Diffusion现在已经非常火了 我们来说说Diffusion是怎么工作的 首先我们有一张图片,对吧 我们在图片里逐渐去加一个噪音 加完噪音之后 这个图片就变成一个完全的噪音了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图 因为它有很多步 我们可以用每两步之间的训练一个降噪网络 这个降噪网络就可以把一个噪音逐渐的降掉 直到最后恢复成一个原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OK,那有什么样的降噪网络呢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知的Unet Unet是一个非常好的降噪网络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我们一张狗,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狗去加噪音 然后这个噪音我们还可以和它回退 把它变回一个新的数据 那么我们这个噪音是符合某一个分布规律的 这个分布规律在恢复噪音的时候 可以恢复成各种各样的样子 所以它可以恢复成这个狗 也可以恢复成这个狗 它就可以恢复成不同的这样的狗 于是我们就可以生成出很多很多的图片来了 做这么一件事 好的,那这个一样是一样的 我们有个数据,对吧 我们逐渐的去加噪音 一点点加噪音 然后变成一个完全的噪声 那这个噪音完全就给它回退回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猫恢复回去了 好的 那么来看,这个图片是一样的 那这个图片也是同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是怎么去降噪音的呢 我们是使用Unet来进行降噪音的 对吧,那是Unet 它原来有一张图片 是一张完全的糊的图片 我们用Unet就可以把它里面的一个猫恢复出来 慢慢的一点点恢复出来 然后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去恢复 对吧,我们是最开始最大的噪音 全部噪音 然后恢复出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形状的猫 然后我再去恢复一个更像的猫 直到最后完全把这个猫恢复出来 做这么一件事 OK,所以它就是一个一个一个Unet 这么去恢复 那么这个Unet它就具有一个降噪能力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上面有些噪音 对吧,我们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一张有噪音的图片放进去 然后这个输出是一张没有噪音的图片 那这个其实训练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我们把一张图片 对吧,我们在上面加上一些噪音 所以说我们相当于就是反转这样一个时间过程 在现实中我们是没法反转的 我们一个图片上滴上墨水了 这个墨水就消不下去了 那计算机之中 我们可以一张图片原来上面没有墨水 没有墨水 我们把它作为它的输出 OK,然后把这个上面滴上一些噪音 然后给它变成它的输入 是吧,我们这样就把这个时间步给它翻转过来 我们就把因果倒置了 本来是一张图片它没有这个噪音 我们现在把这个图片加上噪音 把它变成输出 没有噪音图片反而变成输出 对吧,有噪音图片变成输入 没有噪音图片变成输出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人给它恢复回来 我们之间有一篇文章叫Deep Nuke Deep Nuke就是把一个人的衣服给脱光 做这么一件事 这个是很不道德的 我还谴责一下 但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就去一些色诚网站上 收集了一些人的裸体的照片 这个裸体的照片 它放在这样一个位置 对吧 那前面给它身上给它P上一些衣服 对吧 就是用Photoshop可以加上一些衣服 哎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网络 去训练出来一个自动脱衣的这样一个内容 当然这个很不道德 就给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这么个东西 还有美颜 比如说一个人还长得很美 对吧 然后我给他变得很丑 然后放这 这是很丑的样子 这是很美的样子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一个很美的图片去训练一个这样的模型 那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我们不去找一个很丑的人 然后美化呢 这个很难做嘛 你把一个很美的人变成一个很丑的人 再加些褶子 这种操作很容易 但是你反过来就比较难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计算机的很多的一个用法 叫因果倒置 就是把因和果给它翻过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去哪里找一些又有噪音的图片 又没有噪音的图片 我们就只能自己去做嘛 所以我们就把一些没有噪音图片放到后面 然后把这个照片图片上加噪音放在前面 这样就训练出来一个网络 好的 那么这是我们所谓的U9 U9就有一个能力 它就有一个端到端的输出能力 就是说输入一张图片 输出还是一张图片 然后它你可以在这个网络里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它就去学习 怎么把输入图片和输入图片进行对应 比如这个地方就学习到 怎么把噪音给它去掉 做这么件事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有些额外的问题 第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是用同一个网络去去造 那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去造 和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去造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完全糊的 对吧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已经几乎就纯猫了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像猫的地方 那它不同地方的噪音不一样 我们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就在这个U9中加入一些控制单元 这个控制单元就告诉U9 说这是第几个步骤 比如说这个步骤 它是噪音比较多的步骤 所以要告诉它这个噪音是多少 这个步骤噪音比较少 所以告诉它噪音比较少 那这样的话虽然是同一个U9 但这个U9它还能学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它是在哪个时间步去降噪 这样的话U9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应能力 它降噪出来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非常凑大的环境下 能把这个猫降噪出来 那在一个比稍微有点猫的形状的时候 它也能把这个猫降噪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 U9的这样一个东西 能让这个整个的网络更加稳定一点 那么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预测原图的效果不好 那什么意思 就说我们想从噪音中恢复出一张猫来 这件事其实是比较难的 我们想从噪音中恢复出一张猫来 是比较难的 那怎么办 我们就从噪音中来预测一下 哪些东西是噪音 这个事比较简单 就我们如果要有个模型 它能够去自动生成猫 那这个模型已经是大师了 它就能把这个噪音去掉变成猫 这已经大师了 但如果我是想只是想预测一下 这个图片里哪些地方是噪音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 在整个U9使用的方法 不是去预测猫是什么样 而去预测噪音是什么样 然后再用整个的原图 去减去我们预测出来的噪音 这样的话就得到这个猫了 所以我们是通过一个解音法来做 那做一个加法 其实比较难 就是我们相当于要把猫画出来 那这个事是一个艺术家的活 那我们把这个噪音给它去掉 这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的活 对吧 就把上面的墨水给它擦掉 这就是一个工人的活 所以说我们这个深度学习的网络 没那么聪明 我们去让它去当一个艺术家 去创作这个猫比较难 我让它去创造这个噪音比较简单 然后再把这个图片里创造出来 这个噪音和这个图进行一个减法 因为它创造出来的噪音 并不是说随便创造出来的噪音 它是想预测一下 这个图里面噪音到底是哪个 然后把这个噪音的一减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得出来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通过一个 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网络的效果提好 那两件事 一个就是说放一个位置信息 另外一个事 就是说我们只需预测噪音 而不去做它的猫 再把一个噪音的减掉 这样是比较简单的 好的 那么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使用linear的方法 去加噪音的话 它就是很快的 这个图就被噪音淹没了 但是如果我们用cos这个方法 去加噪音的话 这个噪音就加的比较慢一点 你知道linear是一条直线 cos是一个曲线 对吧 这个曲线的话就比较慢 linear就比较快 所以说我们用cos去加噪音的时候 我们能够保证每一步噪音的 加的比较平滑一点 所以说在很多我们的stability feeling之中 我们是用的是cos这样一个噪音的方式 甚至还有别的方式 cos只是一个例子 所以cos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另外一件事 在stability feeling你调三的时候 会发现有东西叫step 对吧 就加噪音的step是多少 你想 如果要step只有五步的话 一二三四五 一把就都是噪音了 那这个效果肯定会很差 如果我们加了1000步噪音 对吧 每两个图之间的差别就变得非常的小 这样的话 对于unite来说 它恢复起来就比较简单 如果你要只有三张图 比如一张图 两张图 三张图 第二张图就已经完全是噪音了 你就完全看不到那个东西是什么样 那你这个效果就很差 所以step在diffusion之中 你加噪音的步数越多 效果越好 但是你的电脑能不能承受得住 就是一回事 因为你加的step越多的话 你这个恢复的难度就越高 对吧 你电脑有可能就受不了了 因为它内存就太多了 这样的显存太多了 你这个显卡就爆炸 好的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stable defusion这篇文章 我们刚已经给大家介绍了defusion这篇文章 对吧 我们刚才说 就是一个加噪音是这样一个过程 去噪音是一个unite这样一个过程 OK 那么stable defusion又加了一个额外的东西 就说 我现在想用一个语言来控制这个东西 去生成这个defusion 那怎么办 我就用一个语言的编码器 就这个是语言的编码器 对吧 比如说一个transformer 或者一个vit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 它可能用的就是clip里面的vit 当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clip里vit 但是后面可能用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一个自然语言输入到vit之中 vit会出出一些feature 我们用feature去指导unite 去生成这样的一个降噪的过程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出处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控制这个ZT的这样一个概率分布 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更加广阔的 更加多样性的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 我想生成Trump 对吧 我想生成一个狗 那么生成Trump 或者生成狗 或者生成猫 或者生成一个什么别的动物 它都需要去控制它里面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它需要去控制里面这样 或者生成一个拜登 对吧 那需要控制里面这个情况 那你的概率分布就没那么准 有时生成出来的东西 就可能是一个猫和一个狗合体 或者一个拜登和一个Trump合体的一个样子 这个很离谱很奇怪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就不再去控制这个ZT的 而是去控制这个denoise的unite 对吧 把这个denoise的unite 在里面给它加上一些 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生成出来的结果 就非常符合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如果生成一个猫 那就告诉它说生成猫 然后这个东西 就会给它 让它去生成一个猫 然后在每一个unite里 就加上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整个的网络 知道它生成一个猫 这大概就是一个stable diffusion 这样一个继续的流程 当然stable diffusion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使用了很多了 所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fundimental mode 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仔细的去了解 它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我们只要知道 它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去死扣它一个细节 因为它的数学实现 其实是非常复杂 不是一个我们普通人 就能简单的写出来的东西 好了 那么我们再给大家讲讲别的东西 就说我们刚才说 我们加噪音和减噪音 都是用unite来做的 unite这个东西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噪音 是一步一步加上去的 这个噪音是一点一点加上去的 那这个一点一点加上去的噪音 就像是一个时间序列一样 对吧 于是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时间序列的网络 来去做去噪音的过程 比如说rn rn的效果肯定比unite的要好 unite我还是要加一个时间步 告诉他这是第几步 对吧 rn就直接不需要 rn就是专门用爱做这个事 专门用爱预测什么股票 预测天气 预测温温度 预测电脑的CPU使用量 就专门用 就是这些预测交通量 就专门预测来做这些序列的预测的 所以我用一个rn 就可以更好去指导 这样一个diffusion的这样一个降噪过程 OK 那么我们说了rn以外 还有我们的lstm lstm加了更多的挪块 并且把里面成性的 成性的方法 变成一个加性的方法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捕获能力 除了rstm以外 还有gru 对吧 除了gru以外 我们现在还有更新的模型 transformers 所以说比如说dit这样的文章 就用transformer来做的这样的一个diffusion OK 所以说我们就讲了这么多东西 那么明天可能给大家去讲讲sora sora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sora大概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OK sora sora 就是open-end的那个东西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mamba 又是mamba mamba就是使用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state的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自动控制原理之中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转换器的这样的方法 所以说 你看这是一个swainmamba 对吧 叫做lightmunate 对吧 或者叫什么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 它就可以去做一个降噪 它一样的 它也是个unate 也可以去降噪 所以我们可以把里面的 比如说把unate里面的某个部分 换成mamba 变成一个swainmamba 或者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把整个过程都变成一个整体的mamba 那这个里面可以排队组合的地方 就太多了 我估计现在的文章里面排队组合烂了 就是各种排队组合都可以 因为你可以在unate里加rn 可以把rn直接往里面加 这价格太多了 那你模型有这么多个 排队组合出来以后 一成好几十个好几百个 那你就可以都可以去试一试 这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整个diffusion的思路 好了 那么今天就再给大家去讲讲diffusion diffusion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逐渐去加噪音 然后再逐渐去去噪音 那加噪音的时候 我们就是往里面加高次噪音 去噪音的时候 我们要不然就可以使用贝叶斯公式这样的方法 去反转因果 或者我们就可以训练一个unate 这个unate也可以去反转因果 那unate是比较好以底写的 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去讲 反转因果不是因果 我不知道 这个字幕有点烂 但是无所谓了 总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diffusion 那之后给我们讲一些其他的东西 也铺一铺路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给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